这电话看这么晚了 差不多10点了 看你留下 嗯 本不本 妈 妈 妈 怎么戴狗罩哦 我们到 到哪儿 嫂子 棘手 棘手啊 我也不知道到哪儿 棘手啊 嗯 这边没那么冷 你留呢 你还不睡觉啊 看你叫妈妈嘛 叫妈妈 叫妈妈 看一下妈妈 哎呀 妈 妈 他不找我吧 他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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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到哦 那就先掉咯 知道了知道了 那先挂了好吗 拜拜 拜拜 出门在外别的不担心就担心牛 就担心我屋是吧 对吧 其实牛还是你看我不在家的人不早 在那里玩得不好 所以说你放心没事的 是啊 我怕他去找姑啊 这样又爸妈累嘛 就是怕他闹了爸妈就累 如果他这样不闹 爸妈就不累嘛 我们可能也准备出发了哦 我们现在到淮化 在等 等一个车在后面没跟上 有点烧啊 我还要不要把我放上 他不是说完 要不要吃了 你不吃了 我还要多烧一 我还要那么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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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不得吃 我还要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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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也吃起困了 你让你去拿到我们去的 了解 不忙了啊 你够辛苦了 我第一次找你 我来啦 我进来帮你 好的 你教我 你要 了解 我不知道的 你要教我帮做什么 好的 好的 可以 这个是咱们做的工夫 这样啊 我以为是不做够肉的 大家好 我们昨晚半夜三点钟就到这边 到这边的话 看到 雪凤嫂子和雪木夫 因为就这边的话就雪凤嫂子一个女儿 真的看到她忙前忙后 看到看到叔叔啊 也是很憔悴的样子 她们可能也就熬夜了好几天啊 也看她们的那种憔悴心里面很心疼的 因为阿姨那么年轻就只有五十几岁啊 因为自己可能这些事可能自己经历过了也知道 因为我哥哥啊我爸爸也是那么早也是走的 看到雪凤嫂子真的我一下子眼泪就掉下来了 看到她们忙前忙后 我们昨晚一来到的话 我们也跟着她们首页到今天七八点钟就睡了 两个小时后来又起来 就是有个人来 他们这边的风水也不一样啊 有个人来必须各一个的去 去就是跪啊这样 我们就要倒茶轨 我们就是来到这边了 就是说能帮他们就帮 看到哪里懂的话 我们就去帮 所以在这里就感谢就是 所有的粉丝对我们的支持还有鼓励 在这里就是感谢大家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